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 拉莫斯的态度已经明确 他倾向于留在黄马 在续约谈判结束之前 他不会听取其他俱乐部的报价 巴黎一直以来都对拉莫斯保持着关注 俱乐部希望签下这位经验丰富的后卫 帮助球队在欧冠赛场争夺冠军 此前有媒体报道 巴黎为拉莫斯开出了一份年薪2000万欧元的天价合同 虽然巴黎俱乐部否认了这则报道 但是法甲豪门很有可能在东窗或明年下窗 向黄马正式提出报价 除了巴黎 英超豪门利物浦也在关注黄马队长拉莫斯 利物浦的后防线遭遇了严重的伤病问题 目前包括范迪克和戈麦斯在内的多名后卫都在养伤 因此俱乐部认为 有必要在东窗签下一位具备一定实力的中后卫 拉莫斯也就成为了利物浦关注的目标 不过拉莫斯也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态 虽然巴黎圣日尔曼可能会为他提供天价年薪 利物浦目前的球队整体实力也高于状态不佳的皇家马德里 但是拉莫斯还是希望能留在黄马 他作为球队的队长 除了年薪以外也在乎很多别的东西 例如荣誉以及对俱乐部的感情 因此在与黄马完成续约谈判之前 他不考虑听取别的报价 据报道拉莫斯已经基本确定了会与黄马续约 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